那您進入到我們OneNote之後 上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叫任務 我們的資料都在那裡 所以你按一下 我已經有分門Delay 把我要分享給大家的資料整理好了 有沒有看到第一個就是OPS虛擬攝影本的相關教材 您把這個16單元把它打開 按一下打開 有沒有看到虛擬攝影本相關電極素材 這個會連到我的雲端硬碟上 會連到連端硬碟上 那如果您要我們剛剛後面那個綠幕白板 這一個的應該不是這個廠商的 但是是雷同的 因為我們學校買這個 您看到它這一面是不是綠幕 翻過來是藍幕 就等於雙用就對了 雙用的 所以您把這個打開 按一下虛擬攝影本 點開 那它會進入到我們的雲端硬碟 進去之後應該會像這樣子 那我這邊有一個背景圖有沒有 有一個那個目錄是不是叫背景圖 你把它點進去 我已經幫學校準備一個 在這邊齁 已經幫學校準備了好幾個 這裡有一個有沒有素德的 你點開 您就會看到 您如果覺得想用其他學校沒關係齁 都可以 那我這邊是已經有準備好一個在這邊 我看一下 然後在這裡 背景圖 需要下載 對對對 您可以就是把它下載下來 好就直接按右鍵 直接儲存就好了 要準備一個像這樣子 那其實做這個虛擬證盆的軟體 也是免費了 3D的 叫水泳3D 我在那個網站上 現在有一個協作平台 我全部就是整理 整理這一塊齁 您如果有興趣 也可以到部落格上 在上面 我有整理一個協作平台 就專門介紹這個水泳3D 那效果其實很不錯 因為這個軟體 我從國小一直教到大人 都在教 這樣有沒有很 同一個軟體 其實因為不同的明明層 大家的想需要的不一樣 好 所以我們知道 教法上稍微改變一下 其實這個軟體 很有成就感 那你看我點開 有沒有左手邊這裡有個3D設計 跟你想的不一樣 這裡點開之後呢 上面有我所有的教學文章 教學文件 上課錄影片 都在上面 這樣你要做學習 軟體也都是免費的 好 就還蠻方便的一個 一個3D的軟體 蠻不一樣的 這樣老師有沒有找到 那個素材了 好 你找到了之後呢 再請老師找找 我還有幫大家準備一個 你看這邊有這個東西 有沒有PNG透明圖 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 比如說 我幫大家準備獎桌 啦 有準備一些 已經具備好的圖片 你就直接點兩下就好 你就直接點兩下 這上面呢 就可以看到 那我這裡呢 我用 因為我已經先有下載下來 這樣比較方便 來 PNG透明圖 老師有沒有看到裡面就很多 好 看 你要哪一張 您就把它下載下來 講座我有準備好幾個 我還有很貼心 我有準備倒影 這樣看起來比較專業一定 看起來地板比較光亮 這樣OK嗎 好 所以您就看你要哪一個 您就自己挑好 那怎麼拿進去呢 我們來試一下 好不好 如果您找到了 來 我們剛進來是不是都空白了 對不對 那 您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拖曳的 用拖曳的 您看一下 我剛剛在這邊 這裡 我找背景圖 好 如果您視窗看得到 那最單純就是 找到您要的按著丟進來就好 這樣是最單純的 如果說您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的話 也沒關係 按著它 往下拉 拉到您的應用程式 等到它打開 再拉上來 放開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用這個方式 不管是影片 圖片 聲音都可以 好 那進來之後 因為大家現在都是用筆電 那我這個圖檔 我是輸出1920x1080 是比較大一點 那您可能需要稍微縮放一下 您可以用右上角這八個點去做縮放 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呢 如果您想偷懶一下 用快一點的 您可以按滑鼠的右鍵 按滑鼠的右鍵 您找看看這個地方 滑鼠右鍵找到之後 最下面這邊有沒有一個叫變形 變形 你再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一個拉伸到螢幕大小 就是這裡 就是你在素材上按右鍵 變形 拉伸到螢幕大小 它就自動拉到您的螢幕大小的 這個尺寸 好 像我現在放一下囉 這裡 有沒有這樣就撐開了 好 這是一張 那您第二張 剛剛是不是還有一個 您可以去選擇那個透明圖的 好 你再找一下 比如說我的講座用這個 我就再把它丟出來 丟出來 這樣講座之後 當然不夠大 自己變大 自己變大 好 然後呢 我再找一張 找個熊熊 泰迪熊 來陪我上課 平常上課是不能帶他來的 對不對 好 那現在進來之後 這邊會有一個問題 有沒有圖層順序的問題 怎麼辦 那您看下面這裡 這邊其實 就是跟我們 風向的那種圖層的概念一樣 講台要放在最上面 按著往上一搭 有沒有看到 黑色的線 有沒有 黑色的線 好 拿上來 有沒有熊熊 就做到後面去了 這樣就做到後面去了 那大小就自行 再調整一下就可以 這樣就OK 所以 場景的安排 您可以像這樣子 就看您需要什麼樣的素材 影片也可以喔 影片也可以就把它丟進來就好了